《玉世名言》 作者 名冯孟隆 朗读 白云出秀 讲星歌重绘珍珠珊 世至千中非贵 年过七十长夕 浮明深厚有谁知 万事空话游戏 修长少年狂荡 莫探花酒便宜 脱离烦恼是何非 随份安闲得意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 是劝人安分守己 随缘作乐 莫为酒色财气四字 损缺精神 亏了行止 求快活时非快活 得便宜处施便宜 说起那四字中 踪道不得那色字厉害 眼是情眉 心为欲种 其手时牵肠挂肚 过后去丧破销魂 假如墙花路柳 偶然适性 无损于事 若是生心设计 败俗伤风 只图自己一时欢乐 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 假如你有娇妻爱妾 别人调戏伤了 你心下如何 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祸可媚 天道不差矣 我不淫人妇 人不淫我妻 看官 则今日 我说珍珠山这套词话 可见果报不爽 好叫少年子弟 做个榜样 话中单表一人 姓蒋明德 小字星哥 乃胡广襄阳府 早阳县人士 父亲叫做蒋世泽 从小走熟广东 做客买卖 因为丧了七房罗氏 只遗下这星哥 年方九岁 别无男女 这蒋世泽 割舍不下 有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 千丝百计 无可奈何 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 同行作伴 就教他学些乖巧 这孩子虽则年小 生得眉清目秀 赤白唇红 行不端庄 言辞敏捷 聪明赛过读书家 灵力不输 常大汉 人人换作粉孩儿 各个陷他 无价宝 蒋世泽怕人妒忌 一路上不说是敌亲儿子 只说是内侄 罗小官人 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 蒋家只走得一代 罗家倒走过三代了 那边客店 雅行 都与罗家世代相识 如自己亲眷一般 这蒋世泽做客 其头也还是 丈人罗公 令他走起的 因罗家进来 屡次遭了驱官司 家道消罚 好几年不曾走动 这些客店雅行 见了蒋世泽 哪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 好生牵挂 今凡见蒋世泽 带个孩子到来 问之是罗家小官人 且是生得十分清秀 应对聪明 想着他祖父三倍交情 如今又是第四倍了 哪一个不欢喜 闲话休题 据说蒋新歌 跟随父亲做客 走了几遍 学得伶俐乖巧 生意行中百般都会 父亲也喜不自生 和七到一十七岁上 父亲一病身亡 且喜刚在家中 还不做客途之鬼 行歌哭了一场 免不得开干眼泪 整理大事 并练之外 做些功德超度 自不必说 七七四十九日内 内外宗亲都来吊笑 本县有个王宫 正是新歌的新乐障 也来上门祭奠 少不得蒋门亲戚 陪侍续话 中间说起新歌 少年老成 这般大事 亏他独立支持 阴话随话间 就有人窜躲到 王老亲翁 如今恋爱也长成了 何不成兄顽配 叫他夫妇作伴 也好过日 王公未肯应成 当日相别去了 众亲戚等安葬事弊 又去窜断新歌 新歌初始也不肯 却被窜断了几番 自想孤身无伴 只得应允 央元梅人 往王家去说 王公只是推辞 说道 我家也要背些 薄薄装脸 一时如何来的 况且校尉几年 与李有爱 便要成亲 且待小祥之后在意 没人回话 新歌见他说的正理 也不相强 光阴如见 不觉周年已到 新歌寄过了父亲灵位 换取粗麻衣服 在阳梅人 王家去说 方才医允 不隔几日 六礼完备 娶了心腹进门 由西江月为政 校木翻成红木 色衣换去麻衣 花楼几彩 竹光辉 何尽花颜齐备 那现庄莲复圣 难求绿色娇气 今宵云雨足欢愉 来日人称恭喜 却说这心腹是 王公最幼之女 小明换作三大尔 因她是七月七日生的 又换作三巧儿 王公先前嫁过两个女儿 都是出色标志的 遭阳县中人人称县 造出四句口号 道是 天下富人多 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她 圣四为驸马 常言道 做买卖不着指一时 讨老婆不着 试一试 若干官换大户人家 单捡门户相当 或是贪塌 价资丰厚 不分造白 定了亲事 后来娶下一房 奇丑的媳妇 实亲九卷面前 出来相见 做公婆的美好意思 又且丈夫心下不喜 为免私房走野 偏是丑妇 即会管老公 若是一般见识的 便要反目 若是顾惜体面 让她一两遍 她就坐大起来 由此数般不妙 所以蒋世泽 闻知王公 惯生的好女儿 从小便送过彩礼 定下她幼女 与儿子为婚 今日取过门来 果然交资厌制 说起来 比她两个节儿 加倍标志 正是 吴公惜子不如 楚国难威难赛 若比水月观音 一样烧香礼拜 蒋新歌人才 本字齐整 又取得这房美色的魂甲 分明是一对玉人 李安公着旧 男欢女爱 比别个夫妻 更胜十分 三招之后 伊仙换了些浅色衣服 只推至终 不遇外事 专在楼上 与魂甲成双桌队 招募取乐 真个行坐不离 梦魂作伴 自古苦日难熬 欢食亦过 孰往寒来 早已校服完整 其灵除笑 不在话下 新歌一日间 想起父亲存日 广东生理 如今耽搁了三年 有余了 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 不曾取得 夜间 与魂家商议 欲要去走一道 魂家初始也答应到该去 后来说到 许多路长 恩爱夫妻 何人分离 不局两肋交流 新歌也自个舍不得 两下凄惨一场 又丢开了 如此已飞一次 光阴荏染 不觉又挨过了二年 那时新歌决意要行 瞒过了魂家 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 捡了个上级的日期 五日前方对魂家说之 道 常言坐吃山空 我夫妻两口 也要成家立业 终不然 抛了这行衣食道路 如今这二月天气 不寒不暖 不上路更待何时 魂家料是留他不住了 只得问道 丈夫此去几时可回 新歌道 我这番出外 甚不得已 好歹一年便回 宁可第二遍 多去几时罢了 魂家指着楼前 一棵春树道 明年此树发芽 便盼着观人回也 说吧 泪下如雨 新歌把衣袖替他开示 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 两下里怨离惜别 分外恩情 一言难尽 到第五日 夫妇两个提提哭哭 说了一夜的说话 索性不睡了 五更时分 新歌便起身收拾 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 都交付于魂家收管 自己只带的 本钱银两 账目底本 及随身衣服 铺陈之类 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士 都装迭的停荡 云有两房家人 只带一个厚生些的去 留一个老长的在家 听魂家使唤 买办日用 两个婆娘专管厨下 又有两个丫头 一个叫晴云 一个叫暖雪 专在楼中服侍 不许远离 吩咐停荡了 对魂家说道 娘子耐心度日 地方清博子弟不少 你又生的美貌 莫在门前窥看 朝风拦火 魂家道 观人放心 早去早回 两下眼泪而别 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 无非死别 与生离 星哥上路 心中只想着魂家 整日的不丑不彩 不一日 到了广东地方 下了客店 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 星哥送了些人士 排家的炙酒接风 一连半月二十日 不得空闲 星哥在家时 原是桃须了的身子 一路受心劳碌 到此 未免饮食不节 得了个瘧疾 一下不好 秋间转成水利 每日请医切脉 服药调治 直言到秋进 方得安全 把买卖都耽搁了 焉见得一年回去不成 正是 只为迎头威力 抛去冤备良缘 星哥虽然想家 到了日久 索性把念头放慢了 不提星哥做客之事 且说这里魂家王三桥 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 果然数月之内 目不窥乎 足不下楼 光阴四箭 不绝残年将近 家家户户 闹哄哄的暖火盆 放爆竹 吃何家欢耍子 三桥触景伤情 思想丈夫 这一夜好生七处 正和古人的四句诗 道是 蜡近 蜡近愁难尽 春归 人未归 招来 趁寂寞 不肯 试心医 明日 正月初一日 是个碎昭 晴云暖雪 两个丫头 一力劝主母 在前楼去 看看街坊景象 原来 蒋家住宅 前后通连的 两代楼房 第一代 临着大街 第二代 方坐卧室 三桥 行常只在 第二代中坐卧 这一日 被丫头们 窜都不过 只得从 边乡里 走过前楼 吩咐 推开窗子 把帘放下 三口在 连内观看 这日 街坊上 好不闹杂 三桥道 多少 东行西走的人 偏没个 卖卦先生在内 若有时 换他来 不问 官人消息也好 晴云道 今日是岁昭 人人要闲耍的 那个出来卖卦 暖雪教道 娘 现在我两个身上 五日内 包换一个来 沾卦便了 早饭过后 暖雪下楼小姐 呼听的街上 当当的敲响 想的这件东西 换作暴君之 是瞎子卖卦的行头 暖雪等不及解完 慌忙捡了 虽然 慌忙捡了裤腰 跑出门外 叫住了虾先生 拨转脚头 一口气跑上楼来 保持竹母 三桥吩咐 换在楼下坐起内坐着 讨他课欠 通辰过了 走下楼梯 听他铺断 那虾先生 沾成一挂 问是何用 那时除下两个婆娘 听得热闹 也都跑江来了 替主母传语道 这挂是问行人的 虾先生道 可是欺问夫吗 婆娘道 正是 先生道 青龙智势 才摇发动 若是欺问夫 行人再半途 金箔亲相有 风波一点无 青龙鼠目 目望于春 历春前后 已动身了 越进越出 必然回家 更见十分彩彩 三巧叫买半的 把三分银子 打发他去 欢天喜地 上楼去了 真所谓 望眉止渴 化病充饥